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看全國人大的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 新聞發言人吳謙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 有記者就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而台灣民進黨當局頻頻炒作大陸軍機擾台飛行 美方再次對台出手武器,美國的議員前政客接連訪台 美日更多次就涉台議題發表評論,解放軍代表團對此有什麼看法? 吳儀謙說對於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的干涉 中國人民解放軍決不姑息,他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 中方一貫都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願意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但就絕對不會容忍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 他說解放軍有關的演奮活動針對的是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 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他說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他不承認九二共識 加緊進行台獨分裂活動,同時歐連外部勢力進行謀獨挑釁 這種行徑嚴重損害台灣同胞的福祉 嚴重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是造成當前台海地區緊張動盪的根源 他說歷史證明多行不義必自閉 搞台獨不過是皮膚撼樹 到最後只能夠折取滅亡 吳謙又強調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 不容任何外來的干涉 美日試圖通過打台灣牌來實現以台制華的政治圖謀 注定是難以成真的黃良一夢 他又說美日在台灣問題上鬧得越寬 大陸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動就會出手越硬 他說必須指出的是對於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 中國人民解放軍缺不姑息路頭就打 接著看看代替了美制愛國者導彈出戰 中國直政狩獵者在沙特首次擊落無人機 在很多科幻電影當中都會出現雷射武器 早前中東國家沙特在一個防務展上公開對外表示 他們的國防部門從中國採購了直政狩獵者雷射攔志設備 已經在實戰中成功擊落一架無人機 取得了第一個實戰的戰果 直政狩獵者隨之成為了全球第一款 真正在實戰中應用的雷射武器 這個資訊迅速引發了世界輿論 對於雷射武器尤其是國產雷射武器水準的種種說法 目前來說 直政狩獵者這個名稱 雖然與之前國產軍事裝備的普遍命名規則有很大的區別 但其實就是一款國內研發的新型裝備 根據報導2016年召開杭州G20峰會期間 直政狩獵者防空系統已經投入使用 直政狩獵者是一款由中國保利科有限公司負責 對外銷售低空雷射防空系統 目前有機動式和固定部署兩種模式 其中機動式是搭載在輪式的機動車上 按照需求進行機動部署 而後者是固定佈置在建築物頂部 或其他空曠區域 這種雷射發射功率有5千瓦、10千瓦、20千瓦 以及30千瓦的一共有4個級別 有效攔截距離也會跟隨著從200米 逐漸提升到4千米 從理論上來說 只要是尺寸不超過2米 飛行速度不超過每秒60米的小型飛行器 都是直政狩獵者的攔截目標 通過官方在現場展示的相關圖片和資料顯示 直政狩獵者最大功率 即是在30千瓦的模式下 可以貫穿1000米以外的5毫米硬質的鋼板 或是在800米距離以上 連續擊穿5個2毫米厚的硬質鋼板 完全具備了普通無人機 進行毀滅性殺傷的能力 而且由於以雷射作為殺傷員 因此單次發射成本非常低 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使用成本可以說是很理想 而且響應的速度非常快 可以在不同的空中目標中加速切換 以滿足攔截和批斥不同目標的實戰需求 事實上在國產直政狩獵者 在亞聯油防霧展展出沒多久 沙特對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作為一個通過出口石油獲得大量財富 同時又面臨也門胡塞武裝威脅的國家 小型無人機一直都是沙特非常頭痛的威脅 在2019年9月出現過也門的胡塞武裝 一次集中了十幾架小型無人機 攜帶簡易的爆炸裝置 遠程襲擊沙特北部大型煉油廠 導致佔沙特一間大型煉油廠陷入紅紅大火 而這間廠佔沙特50%的石油產量 同時佔全球5%的石油產量 全球油價隨之應聲而漲 這種通過簡易無人機以小博大 以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無人機 影響全球上千億美元石油交易的經典例子 一直都是沙特方面特別恐懼的 之前沙特是從美國進口先進的外國者 系統防空導彈 而且在實戰中也確實對胡塞武裝發射的遠程武器 進行過多次的有效攔截 但這只是針對體型較大 目標特徵較為明顯的大型武器 像無人機這種飛行高度較低 而且數量眾多的小型飛行襲擊 就無法通過外國者系列來解決了 而中國國產的直證狩獵者的出現 也為沙特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 轉看看竹容號收集火星的地貌資訊 有助驗證火星古海洋的假設 中國的竹容號火星車近日發佈了最新研究表明 它的著陸點相較於其他火星著陸的著陸點 具有更強的火星地貌特徵 地表是由風或水塑造 否釋著陸區的地形地貌物質成分 對於探索火星地質演化歷史 驗證火星古海洋的假設具有重要意義 去年五月天文一號探測器和竹容號 在火星北半球烏托邦平原的低蛙地區著陸 這個平原直徑有3200公里 是火星上最大的平原 平坦廣闊的烏托邦平原原本是一處火山的地區 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33.2億至33.6億年前 科學家推測這個平原曾經可能存在著大量的液體水體或冰 是火星古海洋或陸地的交界面 因此火星北半球可能存在古海洋 而竹容號位於推測古海洋案線內 故此對於否釋它的地形地貌物質成分 對於探索它的地質演化歷史 驗證火星古海洋這個假設意義非凡 中國火星探測任務工程總工程師張榮橋曾經表示 中國將會在2030年前後實現火星採樣返回 轉看看歷史165天護航索馬里海域 中國海軍第39編隊護航編隊海船回歸 3月9日中國海軍第39批護航編隊圓滿完成亞丁灣索馬里海域的護航任務 順利返回位於山東青島軍港 因此任務歷史165天 航程是9萬魚海里 完成28批48艘中外船隻護航任務 根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海軍第39批護航編隊 由導彈巡航艦烏魯木齊艦 導彈護衛艦煙台艦 以及綜合補給艦泰湖艦 一共是三艘艦艇組成 2021年9月26日重山東的青島起航 執行任務以來採取了伸延護航、接力護航等多種方式 確保被護航的船隻航行安全 有力維護了國際海上貿易通道安全和地區的和平穩定 中國海軍的護航編隊是中國海軍 海外護航編隊當中是由2008年開始 中國海軍在亞丁灣索馬里海道頻繁的海域 護航的一項軍事任務 最後看看一位辭去百萬年薪 陪患病母親的女子上了熱手 她回應說孝心無關金錢 去年5月在得知母親患有認知障礙症後 42歲的任寬辭去重慶一間上市金融機構產品總監的職位 放棄了百萬年薪陪伴母親 任寬說她父親也是病人 照顧媽媽會很吃力 加上媽媽的記憶力逐漸減退 之前還曾經一度把她當成自己是她的妹妹 令她下定決心裸辭 帶著母親去旅遊 希望能夠喚醒母親的一些記憶 這篇報道日前衝上了內地熱手榜 網友意見不一 有網友被這位女子的善心感動 亦有網友提出質疑 說這位女百嶺人工高 有經濟基礎才有勇氣提出裸辭 任寬回應說希望大家不要只關注年薪百萬 孝心和金錢是無關的 父母為她帶來了百分百的愛 即使是傾家蕩產她都願意回歸 希望大家多些關注 還了認知障礙症的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 多些陪伴父母 內地有數以億計的獨生子女 將來就要面對父母的養老問題 一旦成家雙方有四位老人家需要照顧 有網友說自古中校兩難全 現在是賺錢和時間兩面難的 賺錢賺得少時間就不夠多 如果真的遲了職再就業就有困難 都是獨生子女未來四個老人家的養老問題 確實值得關注 無論是延遲退休還是家班 無可否認 照顧父母的時間就會越來越少 萬一自己有小孩 就真是腹背受敵的局面 所以養老問題都成為了內地要面對的社會問題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遊戲,貴 accounting, unhealthy無可餅 decision